沟雄市前十大易造势路口 其中前镇小港区就占了三处 市议员李顺敬认为 前镇小港区长期受到空气污染问题之外 交通不便也成为地方人民心中的痛 除了要求市府相关单位重视改善 也提出将小港机场签建的诉求 希望市府能加速推动 每天上班交通兼风骑 从前镇小港往市区的中山四路就会大量拥塞 因为当地通往市区的道路仅有这么一条 不但是通勤族的噩梦 也登上高雄市十大交通易造势路口的排名 包含与中安路和凯旋四路 及五甲三路的路口总共有三处 市议员李顺敬直询交通局该怎么改善 因为我们的国道7号遥遥无奇 所以唯一进出的道路只有小港两条道路 一条叫做高峰路 一条叫做中山路 这两条道路现在几乎塞满了 上下班几乎塞满 那怎么来解决 确实会造成中山四路这一个路段 非常的庸舍 那当然这里面我们针对这些 依照市路口 逐年在做一些交通工程的改善 目前大概可以改善的 我们都差不多改善了 需要大家配合就是 家属人用路人这方面的 大家互相配合 交通局长陈静甫除了坦诚中山四路 因为交通流量大造成车祸频传 也说明市府加强改善道路的工程 希望市民朋友能多加配合减少车祸意外 李顺记则进一步建议希望将小港机场签建 运用机场的土地活化交通促进产业发展 我们回家的路回到市区的路只有中山路 那中山路又受限于机场 所以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地方一致希望把机场签建 调整产业结构 如果能够多几条往市区的道路 对我们的经济 对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都有正面的一个发展 交通局认为机场签建 若能顺利推动的确有助于改善当地的交通困境 不过机场签建计划仍需要重偿记忆 目前档安汇报有提出改善交通号制的计划 希望用路人的视线能够更加清楚 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港多新闻李珍到黄兰军采访报导